各位亲爱的观众,今天四个单元的节目呢,我们继续听绘画大师曹勇谈创作,那么在听他讲故事之前呢,我们先来闲话一下曹勇,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呢,是在十年前那个时候国际日报的记者部的主任Alan给我介绍说,你一定要看这个人的画,画得相当的好,那个时候他刚刚从纽约来到洛杉矶,他在纽约卖画赚了几十万,被朋友拿去说,我要帮你投资股票基金,结果有去无回,来到洛杉矶一贫如洗,他做了一个车库开始画画,一天要画好, 好几张小的去卖掉,因为要生活嘛,要吃饭嘛,那个时候几十块,一两百块钱就卖掉了,不过呢,当然大家现在都知道曹勇是全世界,尤其是在欧美相当出名的画家,他的画呢,也是是,现在当然也是不便宜的了,很多朋友呢,可能还不知道,其实买他画的很多人呢,差不多都是外国人呢,都是老外在买他的画,而且像去年经济那么不景气,美国两百多家代理曹勇这个画廊的画,那个主人说,曹勇的画还是卖的, 非常的好,好了,现在呢,我们就来听曹勇讲故事,谈一谈为什么他要画《大爱无疆》 为什么画这张画的真正让我触动呢,是我在刚刚发生这个地震的时候,有很多朋友他们打了电话,就我操用就是这个地震,来了,你要不要画这张画了,他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,让人都很那个,你看电视,我说我没有看, 他说你要不要画,说是很多画的,我说他妈,这又不是感情,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能说,我没有任何感觉,我说我现在还不知道,我当时,因为他们打得是太快了,我们不了解这个地震,因为别人告诉我了,发生了地震, 当时我就想了,因为我在日本经历地震,在诺三基,在那经历地震,总是对地震已经掉以轻心了,你这么说,你不知道是这么大那个地震,是我当时是看到,我那个时候,我就从南京,就我这一路,我就到那个安徽,我就想离开一下北京嘛, 当时我到安徽的时候,不到安徽,到了那个叫什么,九华三,我去地震王菩萨的庙里面,回来了,到了那个旅馆,就是跟我一起的那个,第三四的那个方丈,他就打开了那个电视,以前看到的就是这张照片,这张照片就是他真的讲,这个人把他的那个妻子,王妻,王妻就是背了去太平洋,你知道我在几年, 多少年前了,已经是十多年前了,我在日本,那是我发生了一场地震,不是,就是对我来讲,车祸,但是就给这个地震,就是因为灾案当中啊,他出现的都是你控制不了的,其实是一样的感觉,当时那个车被撞,就哭着滚,滚了多少滚,滚了,等我醒过来的时候,我晕过来的时候,可以说是晕过来,我还没有彻底失去知觉,这是混乱,就是不知道这个混乱,什么时候停止下来, 就在车里面扛上去,把那个茶叶的梗吧,就撞,撞平的四根,才堵在那个,那个电线杆上,咔着呢,等这个时候我在,看我,我,也就是我前妻,对,她在那个,我就找她,就是那个车已经扁了,在那里面,爬来,就拱去去找她,喊她没有声音, 外面也没有声音了,什么声音都没有,你喊她,还没有声音,也听不到什么声音,只有路上那边,远远的过来,这车的声音,我记得特别的近,等到最后我才看到,她就在这个,椅子靠背都高鸟了,因为我里面画画,装了一堆我画画的东西,还有衣服,都稿子那里面,就跟她拔着走着,就流着血, 我自己也从那里面拔出来,拔出来,从那车里面,我记得当时那个车,那个给她那个,给她压着,就是,卡在腿上,就拔开,从那铁里面,还有那窗子,给她拔开,趴出来的事,我记得,我在这个地方,我这个手都撞坏了,一直到,我这个手,这后骨撞坏了,骨头撞坏了,我就跟她拖着出来,拖着出来,我看了那个电视,背着她那个王七,就想到这一幕,我试一下,就是把你这个, 你知道有时人,可能某种类的,尤其是人,对我来讲,画画,他是个,没有记住,我就没有办法去画,我了解,你感受不到这种,不是一张照片,你不是一个工作者,你不是一个画家,你也不是说,我是去完成一个,呃,作文,这个不是这个,这个是你心里面是否给这个,发生一个联系,就像这个施工隧道,狂吃下来给你打开了,我去那个地方,到了那个鹏州的时候,我正坐在那个路旁边, 那个车全都给他挡住了,真的坐在那里,就是这样,一下把你,给你往前一推,就是,就在这一瞬间,当时,你知道,就像是,你接通了,和这个地方,这个地表,地脉,下面的一个,正在複动的,我们平常没有感受到,它是一个生物,它是一个生命, 在地震的时候,你感受到,这个地球是一个生命,你站在这个地方,你已经感受到,整个那个,就咱们说,地震后面的,无数次那种余震,你真在那个地方的时候,一下就在这个余震当中,一下被接上了, 接上的时候,我再看到的那些,从电视上,埋的不同的信息,在这个地震,就在这发生的,你现在可以闻到那儿,就是说,还埋在那个,碎墟里面的,就是那个摊的那个,房子里面的,没有被抛出来的,人的那个气味,都可以闻得到, 还有整个这个场,是在,是在这个状态里面,所以我,看到了那个,从电视上,还有别人,过来的那些,已经发生过了,第一现场的,它是真实的,来自的心里面的,能,他露出来的那种,你知道对生命的那种,真爱的那种慈悲,你能感受到那些,相助的人,这就是我,如果说,对我最大的一个,震撼的,就是在那个瞬间, 嗯,想,留下来的,恐怕它已经,就是随着你的,一二再,再三的,你就像,地震,我说,完了,得四川,是,几分钟,但是对我来讲,就是几个月了,对,对,一直是在这个状态里面, 刚才呢,曹勇啊,提到了他的前期,他是日本阿雅,是日本著名的美术评论家,他写了一本小说,是关于曹勇的生活的,这本书呢,是在英国出版的, 是英国去年的长孝书,这是,算是小说了,这本书呢,相当,相当,相当的精彩,比很多,电影好看多了,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,上到曹勇出版社的,官方的网站上呢,可以了解,好,稍待之后呢,我们继续听曹勇讲故事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